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来也没什么 但是这个原价竟然是高达了3799元 这条裙子真是够贵的 可想而知获得备款之后 这个小女孩就像一个一岁的花瓶一样 被全班是树枝高阁了 没有人敢跟她说话 也没有人愿意走近她 每个小孩似乎是都受到了一个警告 就说你可惹不起 爹妈可赔不起这么贵的裙子 那么事件发酵到最后 网友们就不再讨论 父母要求赔偿的行为是否妥当了 这个争论的焦点就渐渐地滑向了 这么小的小孩到底该不该穿名牌呢 其实中产养娃拼的就是这种高溢价 中产养娃目前有四件套 学业 课外班 好Tony和穿名牌 当今社会中产养娃的赛道 已经从幼儿园就慢慢地铺展开来 鄙视链跟国际两个字是直接挂钩的 站在鄙视链顶端的 当然就是知名的国际幼儿园 每年学费大概要在20万左右 其次就是欧美外交常住的幼儿园 学费也要一个月1万左右 再其次就是拥有非欧美籍外交的幼儿园 每月学费也在80元上下 再往下就是幼儿园一周会有两届外交课 每个月的一个学费大概是在5000元左右 最低端学费在1000元以内 当然了就是没有外交了 你刚刚说的这个只是在学校里面的一些比评 到了学校外面放学之后 就轮到要拼这个孩子的课外班了 这个传闻 这个有个网传的一个热闻 叫做钢琴只能排到最后吗 中产孩子兴趣班比试链 这篇文章当中就提到说 处于课外班比试链顶端的是什么呢 马术 高尔夫 冰球 基建等等 这些贵族爱好 其次是一些管风琴 竖琴等等 这些高档听起来比较高大上的西洋乐器 再次才是到什么画画 舞蹈 围棋等等 这些排在最低端的 那就是什么呢 演讲和英语了 那在这个前一段时间 大火的一个热播剧Sensory当中 就有学这个马术 看来这个剧情都是真实生活的写照 不过这些上期我们都说得过去 毕竟都是在学习嘛 最近流传的是另外一则新闻 就是上海一位中产家长 给年仅5岁的儿子 在某知名理发店 是办了上万元的处置卡 那问及原因 他就说儿子马上就要奔赴 幼生小的面试了 只有保持发型的稳定 才能够在方便面试的时候 给考官一个好的印象 天哪 让我们情何以堪 这个想象一下 这个看着那么小的小人 神奇活现的 要坐在一个方便替须 复古的一个理发椅上 就像走进了这个 一代宗师这个电影当中 张震深藏公于名的这个理发店 那真是一个比文艺片还文艺 比魔幻主义还魔幻 那么中产父母的一个 养娃逻辑学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还真是这样 那话说回来 我们继续再讨论一下 小朋友该不该穿名牌这件事情 其实一般而言 身着名牌的中产父母 给孩子买衣服 都是大人购物之后顺手买的 父母都穿的这样的都是新款 那没有理由给孩子买旧款吧 所以暗季去大牌的同装庄柜 购买一些最新款 也就成为了这些中产家长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全家都要统一 不分大小 这个有一句话 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衣服本没有鄙视链 大牌多了才有了这个鄙视链 那么在中国内地 这个中产阶级的定义 其实非常的模糊 在2017年的时候 国家统计局就根据统计数据 给中产下过一个定义 就是说家庭年收入 在10万到50万 有车有房能旅游 然而在一线城市 这个中产门槛 是显然要更高 家庭年收入要50万元以上 父母是高知 企业管理层 或者是体制内人群 家庭的年消费在30万以上 才能够称得上是中产 那我们在2019年 新中产白皮书当中 也看到有给这个 新中产一个定义 那除了不错的家庭收入 和财富条件 同时还应该具备 良好的教育背景 稳定的生活环境 有房 有收入 有可观的工作 在一线城市 新中产家庭的资产中位数 是为483万元 负债是在112万元左右 那它的净资产是371万元 新中产家庭的资产的 一个平均数是为625万元 其中一套房的房产的均价 也为532万元了 简单点说 就是换言之 在内地家庭年收入 10万到100万 家庭资产到50万到5000万 都是被视为是中产 那么这个头部中产 如何才能把自己 从腰部尾部的中产来区分开呢 这就成了很多 头部资产想要做的事情 在这个中产教育 《鄙视链》这篇文章当中 就有写到说 有英文名的孩子 不和只有中文名的孩子玩 学马术的不和学跳舞的 唱歌的孩子玩 看英文动画片的不和 看喜洋洋的孩子玩 出国旅游的不和 本市旅游的孩子玩 现在这个鄙视链上 又多了一环 就是穿国际大牌的 不和穿国内品牌 同装的孩子玩 然而出于中产金字塔顶端的家庭 其实早就有一种疲态了 简而言之 缺少了差异化的头部中产们 过得是了无生趣 但是这并不影响 正在朝尖端进发的 这些中部腰部中产们 他们想要通过 人无我有 人有我贵 这样的一个状态 无限地接近这种 荒芜无虚的 这样的一个渴望当中了 其实不得不说 绝大多数的中产 小时候自己都没有 穿过什么牌子 毕竟这个内地 并没有一个同装品牌 是成立于1994年以前 别说是小孩子了 90年代以前 大人你想要买一个 正经的牌子都很难的 当时老百姓眼里 根本其实没有什么 牌子不牌子的概念 不然这个的确量 就不会成为 当时的一个流行词汇了 其实这个的确量 不是一个品牌 一种款式 而只是一种纺织物 一种制衣的原料 它不出者 耐穿 耐洗 又耐晒 就这么说吧 就是扛灶 就能多穿两年 稍打两个补钉 就已经是满足了 当时老百姓 对于穿衣的全部要求了 至于什么保暖 透气 舒适 这种词语 是明显带有一些 鲜明的中产阶级色彩的词汇 还没有出现在 大众的事业当中 没想到短短20年之后 最热门的亲子话题 就变成了 给孩子消费 你的购物观是什么 其实从消费观念的迭代当中 不难看出 童装品牌是随着 新兴中产的崛起 而发展壮大的 反过来 品牌进一步是 稳固了中产的形象 内化成中产自我认同的一部分 对于中产阶级来说 童装已经是从刚性需求 过渡到了品牌价值需求 不过对于不少的 中产家长来说 给孩子传一些国际大牌 是国情之下的 一些无奈选择 这个中国的童装行业 给国人的感觉 一直是比较混乱的 这个国内十大童装品牌 始终是个玄学 一地一名牌 地方保护主义 非常的严重 你要是上网搜一下 这个内地的知名童装品牌 能出现上百份不同的榜单 也看得出这些中产父母 心烦意乱 不敢情心 那国内的一些 这个童装老板 就说中产最怕的是黑心棉 黑心棉的危害 其实大家早已经就知道了 那这些中产 为了不让孩子 穿上这些黑心棉的一些衣服 所以都想给孩子 去买这个大袍 但是实际上 黑心棉在我们目前的生活当中 已经是很难遇到了 可能中产也是无端地 去起人忧天而已了 那么其实到底中产 应不应该给孩子 买这些大袍的衣服 可能每一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答案 但是毋庸置疑的就是 我们现在面对的 一个社会的现状就是 大家养娃真的都很贵 好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 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